我也爱你 好 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 现在是我们将要开始的部分 那刚才其实我也介绍过 染者派对711 我反正总结了一个词 它叫做 怎么说呢 今天你不知道练什么时候呢 你要去选择染者派对711 或者最近你想染者的时候呢 你也需要练染者派对711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便捷 非常高效的 30分钟的游氧运动 放着你燃烧你的脂肪 那同样呢 我们会为今天的活动 去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宣传 从今天开始 然后也就是9月7号 然后到9月13号 也就是我们的本周日 都会在我们的CAP直播平台上面 每天晚上7点去安排一节 由我们明星教练带领的精品入播课程 会让大家一起来运动 如果在此之间呢 你有三天都有打卡了 你就会获得一个由 CAP给你的7天的会员 7天的会员 很长的时间哦 你可以练非常非常多的染者派对 你看一节课是30分钟 你能最起码 一天练两遍吧 你能练14遍 好那我来看一看大家 哈喽哈喽 刚才静在说了 我没有看到你们 非常高兴 大家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我看 飞鱼飞说笑容治愈系 其实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好那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准备好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我会爱你 我会爱你 为马甲线加油 对 那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准备好 现在还有20秒的时间 你是要快点准备好 你的运动鞋咯 然后给自己准备好 一瓶小小的矿键水 因为我们在课程当中会用到它 OK 那好现在我们要准备好 找到你的位置 我们要马上开始 我们的第一节训练咯 好现在帮我们放一下 第一节热声的音乐 我们就马上开始 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会去进行 在这道当中的一个 简单的动作讲解 因为确实有非常多的动作 让大家无法快速地跟上我 在这节当中呢 我们会有三个动作 去介绍给大家 去让你们能快速地跟上 那第一个动作呢 来自我们的第二小节 它是一个平衡动作 首先你是要先跑 把你的双腿分开 让你的身体下蹲 双手扶着大腿 让重心挪到你的右侧 抬起你的单脚 让单腿平衡 然后落下来 下蹲 双手掐腰 抬起右腿 保持胎腿平衡 它是在平衡小节当中的挑战 那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呢 来自我们的第三小节 它是一个速度训练 首先 你要把你的双腿分开 让你的身体蹲下来 你需要去面向我们的右侧 迅速地向右侧移动 翻腿折地 然后再跑回来 原地下蹲 这是一个速度移动 当你在移动的时候 你需要去把你的身体转过来 1 2 3 再看一遍 1 2 3 1 2 3 记住了吧 记住了吧 那如果你家中的场地会受限的话 你可以去做原地的运动 看到了吗 那最后一个第三个动作 也是今天我去翻微博 欢迎我看到有一个叫 徐俊宇 徐俊宇的一个伙伴 据说了在我们第五届当中一个支撑动作 下面去给大家介绍 首先 你的双手会撑住地板 在你的肩膀下方 你是要让你的身体侧转 让你的半边支撑 肚子绷紧 宽宽节推上去 然后把你的后腿向前 向后 再转回来 当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你要确保 你的屁股是夹紧的 这样你才能很好的去用你的核心 自身的四肢身体不会掉下来 OK 好 慢慢起身 还有几十秒时间 我们会就是开始课程了 所以会再看一下大家 迫不及待了 对不对 刚才 刚才我有介绍了三个动作 大家都有了解到吗 禁止卖忙 好了好了 我们会马上开始了 那 准备了 来吧 麻烦我们的老师帮我 再次换一下第一节的音乐 因为我们会直接开始了 那这节呢 我们会把第一节和第二节 连在一起完成 现在的身体快速发热 请在那双手的宽观点下面 先跟我一起抬腿 右 左 右 左 Cuture 前进走四步 4 3 2 1 后退 抬起膝盖 把身体动起来 还有一个 好 下面 向右边并步 右 左 右 左 双手伸直 保持膝盖弹动 Go jump 跟下两次 快走边 右边 好 回到右边蹲六个 6 5 4 3 2 1 站直 右脚前进 后退 再这一次 把并步连在一起 右边 左边 你们能跟上吗 再这一次 1 2 3 4 并步 好 马上 新动作 右脚向前攻步 蹲 跳 弯曲新关节 把身体下向跳 你需要通过简单跳跃 请取对你的下肢 还有一个 我们换边重新开始 左 右 是不是音乐很熟悉 我也能感觉我的身体在慢慢发热了 蹲下 右边 左边 蹲六次 6 5 4 3 2 停 左脚向前进 后退 在左边并步 左 右 跟不上也要跟 你才会慢慢跟上哦 来 更 加油 并步 下距离 向前攻步 左边 跳 肚子绑紧 你现在要保持身体安全 还有一个 迈克右脚下蹲 4 3 2 公平蹲 4 3 2 继续 我们后面把动作加快一倍 两个和两个 1 2 1 2 2 和感觉的双腿在发生吗 还有一次 起身 向右边移动 1 2 3 转身 把你手伸向斜上方 旋转你的宽 起动策略 1 2 1 2 平蹈方式 另外一侧 左脚 宫廷蹲 铁胸 再次 4 3 2 2 两个和两个 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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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向左边移动 4 3 2 展身 我们的热身 大致就马上结束了 OK 好 我赶紧看一看你们 有跟上吗 我发现还有好多伙伴 还说 刚下班 刚下班的赶紧快来喔 因为我们才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运动 好 那第二节 有个跟我一起来到我们综合训练 还记得开始教的提衡动作吗 大家第一个动作先看我做 右 左 走 走 脚跟踢屁股 保持身体下蹲 身体保持音乐的律动 新动作 向右边单腿平衡跳 4 3 2 换 重心压力 抬起膝盖 让身体站稳 如果你觉得难呢 你可以让脚趾触地 这样的简单多了 连在一起 向右移动 4 3 2 向右跳 4 3 2 换 再次 往右跳 好新动作 蹲下来 抬起左脚 回去 来右脚打实单腿平衡 再做一遍 4 3 2 加快预备 4 3 2 & 1 还有一个 我们要让动作练在一起 现在四个跳跃 向右边 左边 单腿平衡 四 3 2 1 Let's go 那脚去蹬地 去控制你的身体的鞋条性 两边 还有一次 OK 有跟下吗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3 2 1 提醒 这颗的切斑的动作幅都变大 左边跳 4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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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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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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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那經過兩個小時 我相信大家的身體已經熱了 那我現在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你們能跟上嗎 你們能跟上嗎 開心 可以跟上完全跟得上 看不見了 刷太快了 你們可以稍微稍慢一點 至少從這個剛才非常快速的 屏幕的刷的過程當中 我大概了解到你們可以跟上 那能跟上的沒有問題 好啦 那我們會做簡單的休息 去為了讓你的身體可以有個足夠時間的恢復 因為在我們的第三節呢 你會跟我一起來的我們的心肺訓練 在我們的心肺訓練小節 我們就要通過大量的快速跑動 去提升你的心肺功能 開始燃燒你的知法 好 現在終於停下了 剛才音響刷那麼長 我什麼都看不見 完了現在看一看大家在評論區都說了什麼 最愛的老師 宇宙無敵超級艷 我也最愛你們 我看到有一個夥伴說實場怎麼變長了呢 是因為我們的直播課程 如果上那個直接練的話 還是有很多夥伴是從來沒有練過我們的 展指派對711的 所以為了新朋友考慮 我們把時間變長 去給我更多的交受和互動時間 讓你們不會覺得這一個30分鐘練習那麼的那麼的辛苦 好 原地半蹲去保持穩定 再做一次321 321 321 對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練習對你來說會有一點點難 斜跳性的跟不上 那怎麼辦呢 你有一个动作选择 双手掐腰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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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选择 通过横向的移动 去保持你的动作安全 OK OK 那还有 在我们的第三阵段后半程 你将跟我去来到我们 雅指派对非常非常经典的动作 高抬腿 不知道你没有听到这个词 有没有感觉虎去欲震 赶紧看个屏幕 那在高抬腿的运动当中呢 我们会去做一个简化 如果你今天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或者你的运动能力还没有达到 我们在燃止派对当中的水平呢 你可以在高抬腿的时候选择 原地高吸 高提吸 虽然说节奏不会有那么快 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抬腿运动 去让你的心率可以攀升 OK OK 好 那现在呢 你可能要加速回到手机前 然后或者回到你的训练位置 因为我马上可以开始我们的第三小节了 好 倒数几秒钟 准备好 如果你需要喝水的话 可以现在喝一口 OK 准备好了吗 准备跟我一起 右脚开始 前进跑动 四三二后退 四三二一 摆臂 一个 新动作 向右边滑水跳 右 左 翻去膝盖 臀部向后 右下蹬地 身体向两侧跳跃 连在一起 前进 后退 还有两遍 一遍 滑水跳 四三二 Let's go 滑水跳 OK 这只是第一遍 同样的方式 我们要重复第二遍 右脚开始 后退 四三二一 同样方式 滑水跳 右 左 有可能充满力量吗 临着一起 三三 Here we go 后退 还有一次 这里 四三 二 一 Here 是不是感到声音跳加快了 还记得看着加速吗 速度移动 开始回来 Ready Let's go One two stop One two stop One two stop 要急停 丢下来空着身体 原地合开跳 合开 In in Oh 我们要继续打这两个动作 连在一起 Let's go 两遍 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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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开跳 One two three Let's go 合开跳 向下向上大跳 再次 让脚离开地板 用一个推地板去向上跳跃 当然如果你觉得难 简单选择 你可以不用跳起来 但是脚跟要离地 还有一段 重新开始 Here we go 和开跳 再来 快点 还好吗 重新开始 绝对 4 3 2 Go 绝对回开跳 In in out 还记得吗 Rubo 起 Let's go 跳 Rubo 大跳 跟我一起挑战好不好 我现在每一次 一样脚都可以离开地板 Ready Let's go 4 3 2 1 2 3 3 2 2 3 5 3 2 4 4 2 agen ин 沒完 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 蹲蹲退 Come on 把你的膝蓋提高 我希望他在肚子 保持高視率 但如果你想要這樣肩 你可以原地踏步 OK 保持 蹲蹲跳 右左 走 歪曲的膝蓋 趕快落下地板 倒數 8秒鐘 8 7 6 5 4 3 2 1 你們還在嗎 你們還在嗎 上次休息 因為 為了更好的照顧 從來沒有運動過 兩次班的711的夥伴呢 我們現在去把高幸運的部分拆開 所以在客人設施當中 他們是連在一起的 而且為了安全角度 我們都在會有兩分鐘的休息 讓你充費的恢復體能 好 大家第四節 我們會跟我一起 完成我們更多的爆發力練習 所以讓你可以 用不一樣的方式 繼續挑戰心女 好現在趕緊看一看評論區的大家 喘嘘嘘 你看我現在我也喘 開始穿一丟丟 那你體能好好 好 謝謝謝謝謝謝 你也很帥 你也很帥 好啦 那 如果你現在還感覺還可以的話 我們是要去稍微補充一點水分 但是 不要太多 因為如果你一口氣喝太多水的話 有可能在後面的心肺挑戰當中 會讓你的胃部不舒服 所以現在還有一定的時間 你趕緊可以去找到你的水瓶 小小的補過水去補充一點水分 去讓你可以恢復體力 我剛才有看到夥伴 問燃指派對711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在這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說711你們都知道嗎 它是 全球非常知名的一個便利店的連鎖 對不對 那它的最主要的 我想它給大家最直觀的意思就是 當你現在 只是想買什麼東西 買一個喝的 買一個吃的 然後你能非常便捷地去找到這個地方 並且迅速地解決這個問題 那 這就是711的標籤 那其實燃指派對711 和它是一樣的意思 當你今天想運動 當你今天想燃指的時候 你可以迅速地去找到這個課程 然後用非常小的時間 簡單高下地完成燃指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課程燃指派對711主要的 名字的由來 那好 那現在呢 我們會起來到第四節 所以我們需要去我們的導播老師 讓我重新發一下 第四節 對 好 好 那現在 你需要加持跟我一起回到你的手機前 或者電視前 請讓你的雙腳和你的髖關節很寬 因為我們先從低強度的訓練開始 原地跑 從右腳開始 下後踢腿 白臂 調整呼吸 好 繼續保持 你會通過這樣的動作呢 請迅速恢復心率 讓大家剛才高層的運動當中 有恢復 但是不至於完全冷測下來 第一個動作 簡單BOB 4 3 2 撤過來看 4 3 2 肚子的光景 發生的時候不用跳 還有一個 施動作 分開腿 蹲下 臉龍腿 分開腿 對 趕屁股 下伸到大腿的一半 就充分刺激你的下肢 然後 加開一倍 開 和 開 和 好 好 好 我們要挑戰囉 就挑戰BOBBY 4 3 上上跳 again 在跳躍的時候 你現在直接用你的小蹲蹲 你現在直接用你的小蹲蹲 直接用你的上下跳躍 提升你的身份功能 但是如果你覺得難 你一樣可以選擇不用跳 去降機 再次 還有一個 下右邊 放鬆 右 左 右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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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 左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身體協調性 再快一點 可以嗎 go 不要來哦 原地關門口 加速 24秒 全力重置 預備 go 8 7 6 6 4 3 2 1 棺材呢準備好了 哈哈 我們還有第二遍 也許你要再準備一個棺材 快點呼吸 開始跑動 重新開始 大口呼吸 心臉可以拉回來 記得整嗎 寶貝貓 Let's go 還有一段 蹲下 地龍腿 跟靠腿 超級速度 Let's go 開 和 開 和 準備 挑戰 跳起來 Let's go Let's go Woo Come on 我希望你是贏一些挑戰自己 因為你剛才沒有跳躍 你希望在這裡進一步跳起來 這才是挑戰的心理 Come on 還有一個 向左邊發生 Woo Woo 還好嗎 重新開始 向左無動 Woo 手先向地板 Woo Woo 我們要再次迎接十里高峰 身體上天內跳躍 提高心理 加開速度 高抬腿 Let's go Woo 10秒 Go 8 7 6 4 3 2 Woo 那個剛才說 觀察板都來不及準備的 你還在嗎 哈哈 觀察板肉 好 那現在呢 十分簡單的休息時間 我在這裡歡迎大家 你感覺現在的訓練強度如何 感覺現在的訓練強度如何 是覺得太累了 還是覺得剛剛好 能回答我嗎 哇 Youtube 我看不見喔 這個什麼 強度剛好我可以 我好像只能看見這句話 一直在稍微霜 哦 看起來 稍微有點大 對 因為我們在課程當中 會有 非常非常多的 降階動作 那 在這裡我們後台小夥伴呢 馬上給出了反費 覺得 強度剛剛好的有60% 強度太大的有7% 對 強度有一點大的有30% 好 那 稍微給自己補口水 休息一下 我馬上過來 我來 好 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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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需要擦把汗 你看 看我 不知道是不是你們也是這樣 的對吧 哈哈 可以發現其實我們的任何的 都現在還沒有結束 那只是四个小节就已经可以让你这样了对吧 它这个非常有效的两节练习 那稍作休息还有几秒钟的时间 我们进行到下一个环节 可以给自己喝口水 好了那我们会一起来到第五节 那第五节有很多伙伴会觉得特别难 因为他需要你身体的控制力和肌肉的耐力 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会为大家介绍在第五节当中的难点动作 那第一个动作要看我 你需要让你的双手伏地还是侧过来 让你们看会更方便一点 你需要让你的右腿向前跨越大步 迈到双手中间从攻步下沉 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下 你能更好运用到腿的力量 然后把左膝向上提 单腿平衡 再回去 收回脚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动作难呢 它有一个退阶动作 也就是简单动作 你是要继续把你的单腿向前慢一步 在收回左腿的时候 不用提起膝盖 只是脚轻轻的点力 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训练到下肢 可以很好的训练到你的稳定性 为了降低的强度 有了解到吗 那如果你还没有看清楚的话 我会再演示一遍 你可以跟着我做一次去了解的好吗 再看一次哦 右脚向前 向上起身 点力 这是我们退阶动作 OK OK 好 那 退阶动作想起完之后 还有一个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后半程 我们训练你的核心 转体 退阶动作 就是停在这里不动 你不用向前伸腿 太远能很好的训练到你的腹斜肌 OK 再看一遍哦 转身 当然如果你核心力量确实不强 七七转身 好 起身 准备一下 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第五节 好 那我们的音乐老师请麻烦 帮我放下第五节 综合训练2 OK 现在通过这一节 那你从刚才非常紧张的训练环境当中 变得轻松下来 摔脚放在腰间 原地踏步 右脚 前进 准备 Let's go 后退 四三二一 放松一点 就像这种音乐给你的感觉一样 还有一个 注意听 右腿后侧 双腿上举 双手上举换边 夹住臀 看侧面 夹臀身体后弯 先打开前侧的肌肉裙 好 停 双手扶地 腿向后蹬直 还记得开始交道动动吗 右脚向前 迈到双手中间 Let's go 抬起左膝 翻腿平红 回去手扶地 先回右腿 再做一遍 四 三 二 一 把肚子绑紧 如果已经掌握了 试着跟我加快速的好吗 开始 四 三 二 一 还有一个 右下膝盖 做火撑 抬起右手 火撑 开左手 我还要换边 右肩膝盖 右手 左手 把左肩关键推上天花板 去同时训练的胸 和你的背 停 重新开始 我来换个方向 换左脚 向前迈到手中间 开始右膝 回去 收回左脚 再次 还有一个 准备好加快了吗 Let's go 4 3 2 and 1 一个 火撑 先抬左手 左边 右边 如果有男生的话 你可以挑战一下直腿好吗 Go 一个 好 三足支撑 抬起右脚 别动 左脚 放下左脚 抬右手 有核心支撑自己 换手 好 停 要把落下膝关节 抱住一下你的手腕 然后马上进入到核心练习 你现在跟我一起 用手撑地 看我展示动作 转体 向前 收回 抱下 Ready Let's go 换方向 还记得我开始教的吗 把宽顶上天花板 夹住屁股 去保持负鞋肌的练习 但如果你成了难 停在这儿别动 不用伸腿 保持哦 Go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最后一个 休息挑战 脚踢登山 三十二次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标题 我都看着你们的 现在这个时候 谁发弹幕 前一会就加做波比 赶紧坐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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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数 四 三 二 OK 呼 你们还好吗 慢慢起身 我们把最后的放松量在一起 双腿分开 左手 推上右边 起身 伸出右手向左边 再次 四 三 二 一 在伸手的时候 你需要转动宽 延展身体侧链 还有一个 回来 右腿后侧一大步 公布下沉 起身 让你的宽布压低 继续夹臀 让身体向后弯曲 去延展插腰肌 再次 换边 重新开始 右手推向左边 Let's go 左手先向右上方 再次 一次 你现在把手指伸向远方 进来延展你的侧面 起身 左腿后侧 宽普压低 下 上 两个 一个 好 慢慢起身 我们来到大腿延展 先动右腿 抬起右边小腿 把膝盖并拢 打开左手 膝关节慢慢地上后拉 去拉伸大腿前侧 半脚 好 你要注意看我咯 新的动作展示 一 二 Let's go 右脚 打开 向下的时候勾脚尖 向下的时候落脚趾 请拉伸你的小腿 和前侧 好 停 把右脚别到左脚后面 夹腿 向下车弯 一 二 一三两个脚 就上你的左侧 无限的弯曲 去放松你的背面 两个 一个 好 奔开双腿 蹲下来 拿手久底部膝盖 拉直背 旋转宽 放松大腿内侧 好 慢慢起身 另外一次 先从肩膀开始放松 换边 左脚向前 Let's go Let's go 还有一次 好 停 左脚别到右腿后面 延伸 one and 起 两次 一次 好 腿分开 蹲下来 跨村宽关节 好 慢慢起身 OK 那我们的课程的部分到底结束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的直播今天还没有结束啊 我给你赶紧看一下大家 你们都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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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还没结束 但是我们运动结束了 然后都在 都在都在 好 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呢 你们觉得练完了 现在六个小节的燃指拍队711感受是怎样的 是觉得很爽 还是觉得一般般 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屏幕上的词条 好 你可以去快速的选 勾选 对 我在等你们的答案哦 爽 爆汗 很爽 爆汗超出预期 觉得爆汗的要70% 一般有建议要说 那其实在这里如果你有建议的话 你可以快速的反馈给我们的伙伴 或者你可以在Keyboard的平台上面搜索 Coach建议 然后你可以私信给我 王某去把你的建议反馈给我 我会在后去去如果可以进行新的课程编排的话 会在课程当中去做修改 那好了 那不管怎样呢 我们的运动到这就结束 我会在这边 我会在这边 midird点 1800